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苹果 华为等品牌的崛起 三星的市场份额逐渐下降 特别是在国内 小米等等 性价比很高的手机开始逐渐占有市场 在2017年还发生了领导危机 还有2019年的环境污染 这些负面消息不断使得三星出现不好的剩余 再加上其生产的芯片一直处于高发热和拉卡的功耗著称 也不断地遭到了竞争对手台积电的打压 在2022年 大部分的大厂都选择使用了台积电的工艺 而放弃使用三星的代工 这无疑也对其造成很大的影响 再者 三星的服务近年来也是被消费者所诟病 售后维修曾遭过集体诉讼 还有就是近几年 手机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 还都维持了很高的价格 性价比问题也是三星比较突出的问题 那么现在到了S23了 2023年了 三星这一代会不会给我们一些惊喜呢 首先就是相机的部分 近年来大家的手机相机都非常卷啊 这次的配置了1200万的像素超广角 两个10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 以及最重磅的两亿像素的光焦注射的四摄组合 那么体现在相片上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比iPhone14 Pro来说 在相片水平是各有千秋 但是在视频方面 比起苹果的阵营来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通话质量 也是一个亮点 在炒纳的环景中仍然发挥了不俗的降噪功能 然而人生并不是非常的不真实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点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芯片 这次三星SR13搭配的是定制的 骁龙8GF Galaxy 是用的台积电4nm技术 感觉这代功耗是不是稳了 其实它放弃自家生产的芯片也是有机可循的 在今年4月 三星直接公开要削减其 NAND和DRAM内存芯片的产量 这是对了吗 以期花费时间和资源不讨好 还不如直接用台积电的技术来得快 那么骁龙8GF Galaxy 定制版和原版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比较有的文章有写过 骁龙8GF这个怪兽无限缩小了 安卓和苹果阵营在手机端处理器的差距 而这个定制版其实也是有些超频 实测下来呢 实际跑分和测试 差距和原版其实差距并不大 用多一点的功耗换多一点的信能 最后就是大家关注的散热问题 测试下来 虽然号称这次S23的散热有着巨大的感量 好吧 对标以前的机型来说的确是有不少的进步 但是对标其他用了骁龙8GF的机器来说 还是有些差距的 希望三星之后多多努力啦 虽然近年来三星被诟病过上 但是其财报显示销售额和经历润都在逐年上涨 近三年的经历润增长更是达到了21.32% 50.41%和39.46% 和国内百花齐放的情况不同 其中三星在波兰的市场已经渗透率接近了30% 从手机市场的份额图 我们也可以看出 三星近年来基本上维持在20%左右 基本上还是稳居市场的前二 不容忽视啊 特别是在欧洲区其实对于手机的选择来说 苹果和三星加起来占据了半笔僵伤 这也不难理解 三星虽然性价比不高 但是在销售额和净利润还是在蹭蹭蹭的上涨 其次就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只是占三星收入的20%左右 其还有半导体业务 显示器 数字媒体 业务 消费电子业务 家用电器 笔记本 IT移动 等等的各种业务 因此在多路开发的情况下 也就造成了三星异常漂亮的一个财报 从股价来看 目前三星的股价也是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目前处于上升通道的上涨 下方均有明显的支撑力 入场的话可以参考均线入场位置 整体表现非常的强劲 从财报和技术面来看 目前三星处于一个非常健康很强劲的状态 评级的话 买入和持有的评级也占据了大部分 多名分析师平均目标价格估计为在78247.4左右 虽然在市面上来说三星的风品还不是很好 但是从财报数据和股价上来说充满了机会 也希望三星在未来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多高性价比的产品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